在SNK电视部都来斗区的文惠心、梁景仁、张家妍和非野终于分出了胜负 张家妍升上了副总监,入住文惠心的办公室 梁景仁也升了副总监 由于梁景仁曝光了十年前贼网案中 文惠心没报警的事 导致文惠心不得不公开道歉,退出新闻界 奇怪的是,一贯名哲保身的非野主动提出离职 去马来西亚开民宿 顶替非野总监一职的新人竟是黄宗泽客传的 目测要有第二季啊,文惠心和文宗泽继续斗 不过离开新闻界的文惠心已经过上了很舒心的日子 他和前任陈子杰和好 时不时会在刘燕创立的独立新闻平台客传主播 陈子杰也重新拿起摄像机 他和文惠心终于解开了贼网案留下的心结 文惠心的床扮男下属 原来对他真的是真爱啊 读书时,他看过文惠心报道贼网案 于是对他非常崇拜,决心追随他 加入公司后,他一门心思跟着文惠心 无论发生什么,都没有想过背叛他 期待着有一天能成为文惠心的正派男友 只可惜文惠心想要的男人是能指出他做得对还是错的人 而不是一个只会跟从他的人 临边时,文惠心送了男下属一个领夹带 是特意买给他的礼物 谁能说文惠心的心里一点也没有他呢 比文惠心更瀟灑的是徐世晴 他通过男领导的关系调进了政府部门当公务员 从前低胸紧身衣,换成了撒爽的白衬衫黑西装 从前他巴结别人求新闻线索 现在他手握资源,将分配新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业上施晴杨没吐气 感情上他也和王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意思的是,施晴跟他有私情的男领导送婚礼请帖时 男领导一点也不吃醋 还祝他事业顺利步步高升 他俩的关系确实超越了一般的男女之情 而是事业上互助的伙伴 即便施晴结婚后不再跟他亲近 但施晴能给他发内部消息 男领导也能用SNK的资源支持事情 他们的关系只会更稳固 与称双称对的文慧欣和事情相比 小薇有典型单影之 小薇和两几人分了手 以女朋友的身份参加了行杠的葬礼 还辞掉了主播的工作 但我觉得小薇才是最幸福的人 因为她找回了自己 曾经的小薇因母亲拾荒人的身份而自卑 因伪造学历而被文慧欣拿捏 因想要更好的发展而稳身于良心人 在工作和感情上 小薇都在压抑自己 迎合他人 一度走到了自尽的边缘 把他从河边拉回来的 是他想象中的文慧欣 而帮他走向新生的 是现实中的文慧欣 文慧欣介绍他去人心基金工作 每天与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真诚的相处 治愈了小薇心中的空洞 当因为失去孩子的单亲父亲 扶持了人心基金的孩子们时 小薇找出了孩子坠楼的真相 解开了这位父亲的心结 救了其他的孩子们 大结局中最让人不满意的 当属黑话的张佳妍 是他捡了小薇的手机 间接造成斜钢车祸身亡 可是直到大结局 他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仔细一想 他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煎熬 为了能出头 张佳妍背弃了一直坚持的新闻理念 成为上位者利益交换的工具 看到他的改变 未婚夫鄙视他 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一手交出来的土地刘燕离开了他 张佳妍开始当了副总监 实际上公司没人扶他 只要张佳妍继续背着良心 给上位者当打手 那他将永无宁日 这才是最严厉的惩罚 看完大结局 我最大的感受是 人生有很多种可能 曾经一门心思想出头的事情 小微都离开了新闻部 反而忽然开朗 越活越好 当我们遇到艰难的境地时 也不妨稍微放下执着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 也许我们也能跃出窄像 走向人生的康庄大道 谢谢大家